各位小朋友好 今天的课程我们要透过实验 发现物质的导电难易程度 开始之前我们先来想一想 灯泡为什么会发亮呢 而电又是怎么到灯泡里面的 有些物质能够让电流通过 因此我们称它为导体 日常常见的导体有铁 银 金 而有些物质无法让电流通过 我们则称它为非导体 常见的非导体有 玻璃 塑胶 以及木头 如果我们将灯泡电池电线 接在一起 形成一个通路后 可以发现灯泡发亮 是因为电池内的电 经由电线传到灯泡 使灯泡发亮 那想一想 每一种物质都可以导电吗 我们要如何测量哪些物质可以导电呢 现在让我们进行一个小实验 将电线剪下一段 使用不同的物质当做桥梁 如果灯泡可以发亮 那就代表 当做桥梁的物质是能够导电的 而如果它无法发亮的物质 则不能导电 我们先用铅笔当做桥梁 可以发现灯泡不会发亮 那我们再放上尺当做桥梁 可以发现灯泡有发亮 接着我们放上橡皮擦当做桥梁 可以发现灯泡不会发亮 最后我们放上回纹针当做桥梁 可以发现灯泡有发亮 最后我们放上回纹针当做桥梁 可以发现灯泡有发亮 动动动脑 第一题 请问小朋友 下列哪些物质是可以导电的呢 答案是B 尺以及C 回纹针 回纹针 第二题 请将下方的物质 依照导电的难易程度去做排列 再来是C 运动饮料 最后是B 纯水 下课咯 就是 麻烦 多变 一 多变